幸福好时光 刚刚其实我是要讲韩国的新清安贷款的 他们不是新清安 他们叫50年房贷 其实任何的政策都会有后遗症 结果就造成他们躺平的年轻人 创通期的新高 可是只要讲到最近又很猖獗的诈骗 我就忍不住废话 一废话低端又没了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课题 也就是要来谈新清安的贷款 不是要谈韩国的50年房贷 而是要谈台湾的新清安 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状况 这一生只有一次 可是却造成了很大的作用 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我们请到的是 常常来我们节目的房地产资深经理人 有30年代书经验的陈俊宏 你好 大众姐好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他每次来节目的时候 资料都准备得像教授要上课一样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 好先来讲清安贷款是什么 其实我了解很多人有房子的 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 对没错 基本上新清安 应该说我们先讲清安贷款 清安贷款 清是清年 清年安心成家方案 对那其实这个最早最早呢 其实是从民国98年的时候就有了 这很久都报 很久之前 对对对对对 但是98年呢 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内政部营建署 他推出的这一个方案 当时呢 其实就是希望说 能够降低一些青年人 他真的要购物的时候呢 的一些这个负担 所以他当时推出来的那个优惠的部分 一开始真的大家觉得 真的是非常优惠 为什么 因为他推了一个两年零利率 前两年零利率 两百万啊 对没有错 戴佑姐马上就看到重点了 他只有两百万 我跟你讲 那跟房价有关 当时的两百万 搞不好可以买台中的一个小公寓 没错 一定够 搞不好一个小透天 就是都付款都付了50%的 没有错 戴佑姐讲到重点 当时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当时这个推出来的时候呢 确实是对青年人的部分呢 在购物上面有一些优惠 而且呢 他有一个重点是 他在年纪上面是有限制的 他有规定说要满20岁 而且在40岁以内 我最讨厌看到这种年龄限制 一直想当青年啊 但是内政部他当时的状况 他主要就是为了否这些 就是可能刚进入这个职场 那可能第一桶金刚刚存到 又没有太多的现金的这个族群 当时利率就是前两年零利率 真好 然后这个年限是20年 后两年就是跟随着当时的利率嘛 当时的优惠利率 当时的利率呢 其实也蛮低的 以现在来讲的话 目前我们的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的利率 是1.775嘛 那1.775这个利率呢 是邮政储金的部分是加码 是加了0.5多 但当时是加0.4多 他是以邮政储金的一年期 所以当时也已经是在低利率时代了 是一个低利率的状况 然后宽限期五年 所谓宽限期就是前面你可以不要付本金 只要还贷款 只有缴利息 那当时这个热门吗 当时这个案这个部分呢 还蛮热门的 但是呢老实说 就是像您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只有200万嘛 所以呢 中南部会相对比较热 因为台北双北地区的部分 因为它的总价相对比较高嘛 所以它对于说只带这个200万 那其他的部分还要跟银行办一般的贷款 它的意愿其实没有很高 可是你说我们这个民国98年的时候 我家可能是大概 98就是已经也没有很短了 其实那时候大概我家的状况是30几万一瓶而已 就台北蛋白区 这大概可以买个 他带我家是台北平均房价 那个大概是7 可以买个7瓶啦 也不算少 是啦 只是说因为当时 像刚刚跟单位姐报告的就是说 因为他有年纪的限制 他有时间的限制 所以说当时推出来呢 还是有一部分的消费者 他会想要办这个优惠的贷款 聊胜于无啦 对双北的人而言 对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其实 但我姐有没有发现说 他其实很快的时间 内政部就没有办了 因为没钱啦 所以还是蛮热门的 他只到101年 他就没有钱了 没有钱 那当然就就没有办法继续办下去了嘛 对 因为前面两年是政府要补贴啊 对 所以呢 从在这个中间呢 他们又透过了财政部 推出了一个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 然后用这个呢 来取代内政部的这个两年零利率的这个优惠贷款 那当时的状况呢 他为了要让消费者觉得说 好像政府的这个贷款的部分呢 还是有优惠哦 所以呢 第一个他提高的额度 他从原来两百万的额度呢 提高到了五百万 对 但利率的部分 当然就没有两年零利率了啦 当时的利率的部分 大概也是二点多 就不想贴了 对对对对 这等于说 虽然有比市场上低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已经没有是比较 就是完全政府补贴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另外在宽限期的部分呢 也从原来的五年 缩短到三年 对 看起来钱变多了 但条件变得比较差 是的 但是这个是也是一下子就没钱了 还是真的实施了五年 从99年到104 这个呢 是一直都有实施 因为呢 坦白说 他就是八大行库 就是公股的八大行库 拿自己的钱出来贷款给消费者的 他并不是政府用政府的资金 对他等于是财政部呢 去协商就是八大的行库 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这个 比如说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这个三商银 彰化银行啦 这个华南啦 第一银行啦 再加上台湾器银跟兆锋银行 这个八个银行来承办这个业务 对 所以是银行的自有资金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在办理 所以到目前就到104 到104之后呢 就转成了这个我们亲安贷款 因为当时就 额度又放款了 对没有错 不晓得是因为要选举还是干嘛啦 就从最早的200 500 现在到了105年之后 直到去年为止是 幸福好时光 好谈到了105年到112年的亲安贷款 额度变成了800万 来陈俊宏 他后来还是利率其实只有2.025% 这是固定的吗 这个也不是固定的 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个一段市的1.775 这个利率也不是固定的 也是浮动的 对他全部都是机动的利率 因为现在应该也没有 这个金融机构可以敢用这个所谓的固定利率的 对而且搞不好会降息 没错没错对 那当时会调到800万呢 其实我想有一个声音是说 那个就额度太少了嘛 这个优惠大家觉得无感 对好 房价涨了啦 对 这个每一阶段 清安贷款或成家方案的额度 刚好代表那个是呼应当时的房价涨幅 没有错 对 所以他又从原来的500万调到了800万 而且呢 这个这个部分呢 还有一个部分提高的 就是年限的部分 从原来的20年变成了30年 为什么呢 其实就像呼应刚刚淡如姐提到的 就是说 因为20年的房贷呢 其实有时候20年的房贷 对消费者来讲 他的重点不是说你每个月摊还的这个金额 能不能还得出来 他其实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贷款的部分 银行估不估得到你的这个贷款的价格 因为实物上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 你房价在涨 其实银行完全跟不上 因为银行他就是照实价登录上面的那个金额 跟他们原来的一个经验法则 刚好你们那个社区两三年也没人成交 对没有错 对他就没有资料 对所以变成说银行往往他的估值呢 会比真的的市值 有时候可能我们都大概 我们都会讲说大概至少少一成了 对 好那少一成的状况下 那消费者他又想要带到比较高的额度 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的年限拉长了 那他每个月的摊还金额就降低了 是 那这个时候银行当然他就可以拉高这个放还的金额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啦 对 对所以看起来负担也还是变低了 对但是以112年当时这个2.025这个利率呢 老实说当时申办的人还真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大小姐有印象的话 去年的这个时候 一般的首次购物贷款的部分只有1.7多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好几年在1.7 我每年都在付房贷有这种感觉 是这一年来才涨了一些 是的 所以你看当时的这个去年的这个利率 以我们公司的资料统计来看的话 我们的贷款的百分比里面 大概只有1%的消费者 他来办了这个优惠贷款 清安就等于虽然有八百万的每亿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受欢迎 生班的人没那么多 所以在112年8月1号才弄了一个新清安 没有错 那新清安的部分呢 那第一个就是额度又调高了 从八百万的部分呢 调高到变成一千万 然后利率再调低 从原来呢 这个银行补贴半码呢 政府再加码补贴硬码 总共两码 然后应该说政府补贴硬码 原来银行补贴半码 然后今年涨息半码的时候呢 央行又把这个部分呢又免掉 所以总共确实是 但我姐讲的两码没有错 然后呢 再来一个呢 就是年限的部分呢 从30年又拉到了40年 就是你平均要摊提的本金 就会变少了嘛 没有错 又更低了 我刚才还没讲的就是 韩国是推了50年 他们也有后遗症 结果房价还是会涨嘛 因为负担少就是会涨 没有错 因为负担少的部分 确实有一些消费者 他就看到说 他好像每个月的月付金 确实是降低的 因为他等于多了10年 多了20年的摊提的这个时间嘛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在宽限期的部分呢 又从原来的三年呢 调高到五年 这个看起来挺优惠的 对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我应该这样说 这只手应该就是这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房价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吗 我们当然不能说 清安的部分 它是造成这个涨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从几个 我想从几个数据上来谈 第一个呢 就是银行的利率跟 就是一般的这个 如果你不带这个新清安的部分 它的还款在 在这个还款金额上面的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看以30年的房贷来看的话 如果你是办这个所谓的新清安的这个贷款的部分的话 你的月付 你的总共要负担的这个贷款的金额呢 是410万9千 但是如果你办了一般的房贷 就是现在手购这个2.185的房贷呢 其实你total只要缴408万 也就是一般贷款并没有比较差 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清安的优惠 这个大家要听清楚 因为这个清安的优惠呢 它其实只有到这个115年的7月31号 如果你要算那么久的 那30年啦 你还没有算到40 40的我算在后面 以30年来算 以30年来算的话 因为它在第四年起呢 它的利率就会从1.775调到2.275 所以呢 你会变成说 你后面有27年是缴2.275哦 但是别人只有缴2.185 假设利率不变的 对假设利率不变的状况下 对 那如果降息呢 它的2.275也会稍微降吗 还是 因为降息的部分 它全部都是依照邮政储金的这个利率来变动 所以逻辑上是如果邮政储金降 那银行的基本放款利率应该也会降 但是也就是说第四年起 其实新清安的贷款比一般贷款还多了一点点 就是为了要加贿也许年轻人成家前三年 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但其实以宽限期来说 现在的宽限期新清安是多少 五年 五年嘛 一般也是差不多五年 一般的部分 老实说现在一般大部分 你跟银行申请的时候 他一开始可能只会给你两年三年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 中间交款都很正常的话 确实我们是有消费者 他是等到快到的时间的时候 再跟银行提出申请 那有些银行也是会同意 那这个银行不同意 人家看你前面交款正常 别的银行也会同意 对 我常叫人家转银行 对就是转银行 确实是 就是因为像这种优质的客人 那确实是有的银行 他甚至他希望说 以现在房价涨的状况下 他希望说你转过来 他还真带给你 这个确实是市场上面的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说 以银行来说 在利率上面 他其实整体来说 他确实是没有比较优惠的 如果你要算那么长的时间 也就是应该说是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谈新银行 而且讲的还挺细节的 请到了有30年代书经验的 房地产资深经理人陈俊宏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直接就刚刚 其实我觉得陈俊宏 你应该也可以念历史博士 你房地产的历史整理的真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好要先告诉你一件事情 目前的新清安 果然就跟以前的 什么七年成家贷款一样 实施了一年 以后才一年 目前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就被叫停了 目前你要带就有困难了 对因为我想应该有很多消费者 也陆陆续续从新闻上面有看到 就是目前 承办的这个八个行户里面 据我们现在市场上面了解的状况 是说三商银就是华南 第一彰化银行 目前都是属于一个到年底之前 不收件的一个状况 那之前已经有收件甚至有承办的 像我刚刚在这个休息之前跟戴霍姐 你可以把这例子讲一遍 也就是说 其实仲介也会很困惑 已经成交的房子 结果因为新清安 前面说要给你 后面说不给你 就会变成买卖 双方都僵在那里 像我刚跟戴霍姐在分享 我手上有个案件的状况是 他其实之前就已经在 我们不要讲哪个银行 就是在某个银行已经办了 而且他都已经该对保的设定都已经办好了 那本来要拨款之前 一般的交易习惯就是买方会去看房子 买方看了房子之后 发现说屋主搬完之后 有个地方好像有点漏水的状况 所以就约了师傅 就是说要来看这个漏水 花了两天的时间 因为约师傅 师傅来看了检查 之后大家也协调好 说这个怎么样来做修缮 结果两天后 银行说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 目前不能拨拨款 要排队拨拨款 然后这一排排了一个月的时间 从本来七月底要拨的案件 到最近我们才拨掉 还是有下来就对了 因为现在大家我在猜 这个不能代表定论 就是新清安如果被视为房价上涨的原因 那么各大银行 我跟现在台湾的资金充沛 我才不相信他们额度用完 我这种额度用完应该是一个可能理由 这只代表个人的意见 只是他被管制了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 就是目前承办的八大行库 他都会告诉你说 到某个时间点之前 他们可能不拨款了 或者是说你要先来跟我排队 那我排队有额度 我才给你拨款 甚至我们有一些金融机构 直接告诉我们说 你来排 那我们最快要两个月后 甚至是三个月后才能拨款 那这头痛的人其实也不是买家呀 除非他急着用屋 这种人不是很多 头痛的应该是仲介业吧 对不对 对啊因为整体的这个时间点的部分 就会相对增加 那另外当 卖家也很痛苦 本来通常台湾人会卖房子 都是先买了一间 然后要卖原来一间 结果后面那间怎么迟迟卖不掉 因为卡在契约上 那另外可能也要跟这个听众朋友 这边分享 目前其实不是只有新清安 包括非新清安的部分 像市场上面我们了解 比如说像玉山银行 有很多银行已经都有提出来说 他们目前也都不做一般的贷款 到年底之前 不好意思 那请问银行干嘛 贷款它是拿我们存的钱来赚钱 如果你连一般贷款都不做 那是怎样 他们今年赚饱了 不用再赚了 那他们做啥 其实我们看这个整个放款的部分 你说好上半年的房市确实还不错 但是你说量有真的达到说 往年已经到一整年的这个拨款量吗 老实说确实是没有 所以我说说资金其实应该还是充沛的 以目前这个股市上涨的状况来看我们的资金就对 可是就是贷款变困难了 可能就是我觉得相关单位 当然这也是有良心的 不希望房价上涨 所以你贷款会变得困难 目前我们得到的资讯 当然旧银行提出来的讯息 当然它有几个讯息 我们今天请到了30年贷书经验的房地产资深的经理人 陈俊宏 那他是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 他既然没有私人做贷书 也没有在卖房子 那我们就很客观来讲 新清安的贷款 那么现在银行已经不贷了 所以我都觉得我说乌鸦嘴会密碰 因为我今年年初我的朋友的儿子结婚了 我就跟他说他赶快申请新清安 因为你们家还算有点钱 然后先把该给小孩的就先出一点头期款 结果我那同学他是一个公务员 他就速度比较慢一点 我说不久 我讲的时候应该是4月 我说不久 我认为这会KAN掉 果然现在大家带不到了呀 现在要等 是好 银行的讯息就是他没钱 对 我们目前从金融机构这边得到的资讯 大部分的讲法都是说 因为银行法72条之二有规定 就是他们在存款多少的比例以内 才能够进行拨款 对 那因为呢 现在股市很热啊 很多的钱都到股市那边去了 就是没有存款吗 你能放大要看到该银行的存款比例 没有错对所以因为现在很多的钱都到股市去了 或者是说呢有提到一个讲法是说 因为现在刚好呢这个年中有很多这个大公司呢都在发股息 所以因为没有钱的关系 所以现在没有额度可以拨 对那大家呢就是说进来之后要排队 所以一个案件呢可能光银行的 以前我们可能都跟客人讲说你进来之后 然后这个我们如果快一点帮你办贷款 我个人的记录是我有一个案件 七天我们就过完户这个钱都钱也拨了 现在可能光银行送件进去等申请就要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以去年的贷款的总额跟今年比起来 显然银行能够贷的比去年少很多嘛 没错 所以这可能也是政策上的 我讲的都是可能的 因为他怕把房价的涨幅归于新清安 对不对 因为确实是这几个月比较多朋友在讨论说 是不是因为新清安造成了这个炒房 那我再问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新清安现在这个月已经贷款比较困难 那房价真的有往下就没人买了吗 跟大众姐报告一下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其实还没有啦 对 但我发现的建商也在改变 因为新清安就是一千万嘛 那怎么算就是两千万以内的会比较好卖 对不对 虽然各地都已经涨了 所以本来很多的大案件 你会发现他们都被分割了 对不对 现在你很难难 有一阵子全部都是百坪豪宅 那现在大概就是会告诉你说 二十几坪有三房 以台湾现在将近有35%以上的公社 其实我看每一间真的都一定是小鸽子龙 没有错 对 我前一阵子去看房子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三十几坪 那因为小朋友比较大了 所以想说这个换一个房子 就去看了一下同坪数三十几坪 室内的部分不到二十坪 对 然后再加上车位 我有看过车位里面只有十二坪 对啊 对不对 现在坪数确实是很小 而且的确现在是万物皆涨的时代 是 我前不久 不能说是我买的 就是有一次就是大概一年多前吧 那房子还没盖好 是一个预售物 本来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在市中心的小型办公室 当时我觉得一百一十几万一坪 在台北市哦 华山艺文特区 这样算蛮便宜的 对不对 虽然大家有人听到便宜 会觉得我不知迷价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台北市 就是这个算便宜的价格 合理价格 结果后来呢 建商后来有一些鱼屋就不卖了 当然我已经先买了一个小的工作室 后来他就回来就说 就有一个朋友 他也我们有几个朋友都买在那里 可能以后会成立这个策略联合公司 后来他就说如果你还要再买一间 因为你嫌小嘛 那大概是现在变一百 从一百一十八涨到 现在他要卖一百四十八万 大概一年多 你看 所以新房子涨更多 预售物也涨很多 像我刚刚跟大文姐报告的 那个预售物啊 在板桥 那我可以跟大文姐报告一下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呢 这个代销公司给我的报价 是一百一十七万 但是呢 我会去看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个月前呢 我的发型师呢 他们他去看了一户 他回来告诉我说 哦这边一瓶卖九十万好贵啊 对 就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对 或两二到三成 所以我说的一年多 也就是说当一年多的时候 我可以买华山艺文特区 你现在就是买板桥特区啊 没有错 同样的价格 是对 这外线市的朋友也许会觉得说台北真的天龙国 可是没有错 现在房价都这样 但事实上我觉得 不能怪心轻安啦 因为我也希望真正要成家的人可以申请到贷款 其实整个通膨还有房价的涨幅 台北并不是涨最多的地方呀 你现在去台中看真的吓死人了 其实我觉得在贷款的部分 我想也透过弹务姐这个节目 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比较及时的讯息给大家 就是针对针对青年朋友真的要有购物需求的 那因为心轻安目前就是要排队 但是在8月30号之前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 就是内政部呢他有推了一个叫做住宅补贴方案 那在申请期限只到8月30号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大家 9天 对大家还有时间赶快上网去申请 什么样的方案你介绍一下 也就是万一你已经要买这个房子了 但是你心轻安还排不到 对对对对 你又没有人可以关说 所以这是什么 这个方案的部分呢 他其实是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那个内政部营建署的那个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的变形 他目前的部分 当然他相对额度比较少 我先讲额度比较少 目前额度的部分呢 是台北市可以核贷250万 新北市230万 其他县市210万 其他县市也就还好 台北2202、2304 台北250、230 250、2304能够怎么样呢 但是这个这个住宅补贴方案呢 他是可以搭配新清安 也可以搭配其他的优惠贷款 所以你可以同时申请这几个 对那万一如果恭喜你已经申请到新清安的 还可以多申请这个 可以没有错 他的规定 没有排他性 没有排他性 而且呢 但是他有一个时间点要注意 就是说 他是你现在申请到之后 两年内要购物 或者呢 你是前两年已经 你可以预先申请 对 你可以申请到两年后再购物 或者说你是前两年已经购物的朋友 但你是符合新清安的 那你赶快来申请这个 那一部分可以换成这个 是 那他是要排队吗 还是这个很快就可以下来 因为他刚开始只是一个名额嘛 我跟大伙姐报告一下 他的状况是这样 他的状况是每个县市 有每个县市的额度 然后申请的时候呢 他是看排序 那排序他要怎么看呢 他其实是有一点 就是说 把这个资源给最需要的消费者 所以呢 他会来排 比如说你是单身 你可能拿到两分 你如果你是已经成家 那你可能拿到三分 那如果你是已经成家 而且有两个未成年小孩 你可以拿到四分 对没有错 他一定要没有自由住宅 所以你的分数越高的人 就优先可以拿到这个优惠贷款 对 而且他的利率的部分呢 比新清安还要低哦 好 那这个请大家加油 剩九天哦